行善将带来积极的结果,而作恶则会导致不幸,有个故事,一男子老来得子,大半喜宴,路过的倒是说这孩子不对劲,让我们看看这是怎么回事,青木镇有着一位妇人李轩,这李轩人称李老爷,在小镇上算是最富有的人了,而且这人与其他有钱人不同的,便是此人还有些良心,没有为父不仁。 李轩今年已经四十岁了,妻子也老了,成亲二十年,两人竟是没有一个孩子,期间看了无数的郎中,也是无用,甚至郎中都看不出问题在哪,两人身体健康,但是就是没有孩子,看着偌大的家产没有继承人,李轩心情一直不佳,去年的时候,这李轩动了心思,竟是在没跟任何人商量的情况下, 在外面找了个外事,一日一夜未归的李轩,一大早就到了自己门前,带着兴奋之色,啪啪敲门,吓人打开大门之后,看到是自家老爷,倒是愣了下,李轩带着激动之色,直接冲到了妻子这里, 其实夫妻之间都知道,妻子也是揣着明白装糊涂,李轩听了,却是哈哈大笑起来,妻子见了,顿时疑惑道,夫君这是遇到什么好事了,如此高兴,李轩这才说出了实情, 原来是那个外事,竟是有孕了,妻子听了,竟是没有生气,反倒是露出了高兴之色,说道,这可是大事,赶紧叫他搬回府中居住,这里人多好照看,这可是李家的根苗啊。 说完李轩就安排去了,很快,这位外事被李轩带了回来,住在了宅子之中,一晃就是临盆之计,孩子顺利出生,是个男孩,可是将李轩高兴坏了,自己终于后继有人了,孩子出生之后,要办满月酒,即使是穷人家,也会办,至于大户人家,那更是要办得热热闹闹的, 从清晨开始,李府就变得热闹了起来,后厨足足几十人帮忙,前院后院,各个厢房,包括当街的墙边,都摆放了桌子,还没到五时呢,酒席就开始了,亲戚朋友,左邻右舍,凡是认识的,都过来了,帐房就在门前,一位老先生帮着记账,这老先生就是这习惯,按理说不该说出来,毕竟是官个人颜面, 不过此人记录的时候,口中便会不自觉念叨着,幸好声音不大,也就是跟前的能够听到,流水席十分热闹,吃了一桌就撤席,接着后厨会接着摆,走到一座宅子,敬前,道士对着院内的主人夹击手道,贫道有礼了,贫道路过此地,还请给碗水喝吧, 主家闻听,看着道士,说道士,前面李府正在办流水席,凡是过去的吃喝随便,你为何不去那里啊,还能解决你的温饱,到了李府门前,看了看着热闹的场景,道士笑了笑,便走到了帐房这里,道士从怀中摸了摸, 竟是摸出了一块玉,虽说不大,但是也晶莹剔透,老者一看,顿时眼睛一亮,道士笑道,遇到极是缘分,这枚岁玉便当作贺礼了,老到我饿了,此刻的李轩就在院内,抱着孩子左转右转,正好听到此话,顿时有着疑惑,便走了过来,听到此话,李轩心中一动,有着一丝气愤,不过还是客气道, 还请道长言明,道士似乎没听出来他的怒意,说道,观你面色,似乎是有着不妥,不是先天的,而是后天而来,所以说你有不了孩子,我来看看你的孩子,道士看了看孩子,片刻之后,神色变得郑重起来,说道,遇到极是缘分,你是不是得罪了什么人,你这孩子虽说看似无事,却是一副早要之相啊, 听到这里,李轩神色俱变,这孩子可是他的命根子了,听到道士这么说,李轩一下慌了,不过看到是如此郑重的样子,似乎不像是说谎,赶紧说道,没有啊,在下与人为善,虽说达不到善人的地步,但是也从不伤害他人, 这时,旁边记账的老者,站了起来,说道道长,李老爷可是个好人啊,平时谁日子过不去了,李老爷便会接济一番,有些人借了钱,若是没有缓过来,李老爷便会直接不要了,道长您给看看,究竟是怎么回事啊,李轩文听,说道,这道士有, 我三叔便是木区,只是他过得不是很好,一位穿着普通衣服的汉子,看了过来,这人的岁数,与李轩倒是相仿,这人走了过来,带着疑惑之色,看了看李轩,又看了看到士, 神色明显有些不自然,问道,换我何事,李轩还没说话呢,道士却是冷笑了几声,说道,都是血脉至亲,你为何要陷害此人,令他无后呢?这人听到老道士所说,脸色俱变,神色明显有着慌张,李轩都看在了眼里,不过还是不信,这人直无着说道,道长莫要胡说,我们可都是一家人啊,我怎么会害他呢? 道士听了,不置可否,说道,带我走走,我来帮你看看,李轩当即走了进去,在下人的帮助下,果然在房梁上找到了一个木车,只有拇指大小,道士看着,也不说话,李轩看着自己的三叔,木火高涨,厉声问道,这都是为了什么呀?我家可曾亏待过你,木匠断断续续,才将事情说明白, 原来这李轩父亲,开始也穷,不过他脑子灵活,做生意,用了几十年,赚下了偌大的家业给了儿子李轩,同位亲兄弟的木匠,却是眼红了,竟是想着用特殊的手段,叫李轩一家,无后, 那么将来的财产还不是他们一家的,抱着这个恶毒的想法,所以此人才会在李轩家里下了手段,木匠听了,赶紧起身跑了,李轩 长叹口气,对着道士恭声道谢,道士却是孝道,好人自有好报,你那三叔虽说害你,但是你的善举,令得你有了孩子,这也是奇迹呀,保持这份良善,自有好处,李轩陪着道士吃喝完毕,将那岁遇还给了道士,同时取了金子,要给道士,道士却是拒绝了,带着笑意,洒脱而去。 曾经,有一位高僧这样告诫他的受众,善行必定有善报,多做这两件善事,福报自然就来了,高僧说,佛要教化一切众生,慈爱一切众生,对好的要慈悲,对坏的更要慈悲,在大师看来,一切都是有因果的,当你用善良面对这个世界的时候,你会换来更大的恩责,其实,不仅是佛家这样看, 好人有好报是人们普遍认同的,第一件善事,与人为善,少恩,加己,私欲,大报,与己愿者,恒生善心,别人对我有一点点恩德,就影响着怎样大大的回报他,对怨恨自己的人,要总是怀着善心。 高僧指出,这段经文就是教人行善事,做善人的真言,与人为善并不是为了得到回报,而是为了让自己活得更快乐,与人为善其实极易做到的,他并不要你刻意去做做,只要有一颗平常的心就行了。 第二件善事,与人方便,圣人不羁,既以为人,己欲有,既以与人,己欲多,天之道,利而不害,人之道,为而不争,圣人不为自己囤积,他尽力帮助别人,而自己更充实,他把自己所有的食与众人,自己也就更丰富,真正的天道, 是对天下有利而不妨害万物,圣人之道,是服务于天下,而不与人争,生活本来就是舍与德的世界,人生要有所,舍方能有所得,在舍与德之间蕴藏着不同的机会,就看你如何抉择,切记,给予不是无奈地放弃,而是播种幸福,对此,你有什么看法呢? 好了,今天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,如果这个视频对你有帮助,请在下方留言,点击订阅,我们下期再见